一对兄弟五百块从网上买了一个女朋友回家 买回去以后就出大事了 他们也全程拍摄记录了这一整个事件 孩儿兄弟俩上了一个秘密交友网站 上面高矮胖瘦什么类型的都有 有的还买一送一 随便打开一个头像 上面还有详细资料 有喜欢小动物的 有喜欢挠痒痒的 这女子的照片看着不错 够漂亮 简介上还说她很寂寞 喜欢胡思乱想 孩儿哥说 网站上的照片肯定都是骗人的 她才不会相信这些 说完就去睡觉了 孩儿弟还是想试试运气 万一真人和照片一样 那岂不是原地起飞 于是就和对方聊了起来 因为网站要上传本人头像 孩儿弟又有点害羞 于是就把哥哥的照片传了上去 过了两天 网购的女朋友到货了 开门一看 这什么啊 和网上的照片差别有点大吧 不过还好 至少还是个女的 因为网站上聊天用的是哥哥的照片 所以女子一下子找上了哥哥 可能也是单身太久了 起初还不屑一顾的哥哥 夜里见到货不对版的女朋友 却异常兴奋 尬聊了几句 就带女子进去了自己的房间 孩儿弟想和哥哥一起进去 却被拒绝了 在一楼客厅里 孩儿弟发现了女子落下的包包 好奇的他 决定打开看一下 只见里面一个塑料袋里 装着很多身份证 袋子上还写着男朋友 这是什么情况 弟弟拿起包就冲到楼上 想告诉哥哥 这女子有点不对劲 但虫子上脑的哥哥不但没听进去 还责骂弟弟凭什么乱翻人家的包 忧心忡忡的弟弟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 凌晨三点的时候 他听到有水响 于是走到卫生间 从门缝里看了进去 只见卫生间里 那个女人的脚正在奇怪地抽搐 紧接着一只手撞的东西 被扔到了地上 弟弟被吓出一阵冷汗 又拿着相机朝里看了进去 这下子彻底把弟弟给吓傻了 他慌忙逃到自己的房间 剧烈地喘息了几分钟 想到哥哥还跟这东西睡在一张床上 这是一定得马上告诉他 没等他走去找哥哥 哥哥就先来找到了他 质问他为什么要去卫生间偷拍 这个时候 女子也跟着走进了房间 坐到了哥哥身边 此时女子的脸已经变得十分恐怖了 可任凭弟弟如何劝说 哥哥就是着了摩世的迷恋着这个女人 同时还不停责备弟弟 说如果他再无理取闹的话 兄弟都没得做 甚至报警 委屈害怕的弟弟彻夜难眠 凌晨五点的时候 他听到一阵怪响 于是起身查看 只见一只怪物站在暗处 口里还喃喃地念着什么 然后猛然地朝他冲了过来 他吓得急忙就往外面跑 跑到大门口刚打开门 怪物就跟着冲了出去 他赶紧顺势反锁上了大门 此时哥哥也被叫喊声吵醒 从房里跑了出来 见弟弟一个人站在那 还满口胡言乱语 就认定 肯定又是弟弟乱说话 把女朋友气走了 这里提醒各位看官 网上交友 照片与真人可能相差甚远 对方的底细 你可能更是一无所知